六層樓高 延延一百二十公里 會在南極州西岸的巨無霸 思維池冰川 現在響起末日警報 美國新安報導 科學家警告 南極最關鍵的冰川 可能在五年內奮崩離析 最大原因就是冰川下方的溫暖海流 暖流影響下 斯維池冰川消融的速度 在過去三十年快了一倍 斯維池冰川有末日冰川的稱號 十八萬平方公里的面積 將近是英國國土大小 更是臺灣的五倍大 一旦融化 後果不堪設想 末日冰川的消融可能會連帶 讓附近冰川都遭殃 全球海平面上升 至少三公尺 屆時不止部分的荷蘭 紐約將泡在水裡 身為海島的臺灣 當然無法幸免 不只是海平面上升 源自海洋的颱風 等天氣現象也會威力大增 本來千年一度的超強風暴 頻率可能變得越來越高 儘管冰川消融幾乎不可逆 但如今末日冰川敲響盡中 也算是提醒人類別再坐以待斃 三連新聞消息報導